Hello,大家好,我是米奇沃克斯 今天呢,在一个特殊的时刻,特殊的时间呢 跟大家介绍一款产品是来自于大疆的DJI Osmo Mobile 3代3 然后呢,它是一个可折叠型的设计 那其实今天的重点呢,除了介绍它以外呢 就是能不能用它配合着最新推出的iPhone 11 Pro Max 这个超重iPhone历史上最重的手机 然后拍非常好看的画面,非常平稳的画面呢 那手机本身有防抖,加上这个云台的效果会不会就是非常棒呢 那我们今天就做一个测试 首先,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款云台 朋友来这边看房子,所以他拿到了他自己买的这款 手持云台设备,他说一定要让我用一下,会很好用 那我看了这个造型设计,那按键非常简单 做工呢,我看了一下,还真的有点意思 虽然说它体积整体来说并不算是很小的 尤其是在这个便携式方面的一个设计 那我还是蛮喜欢它这个脚感 那外形设计呢,跟前两代相比的话 大致是类似的 后边有这样一个回中的按键,功能键等等 也可以通过推拉杆的方式呢 操作相机当中的镜头的伸缩 虽然我个人不太喜欢这种数码变焦,但还OK了 那它软件功能方面是我看过所有这个 就是手机云台软件里面 相对来讲功能最为强大的 像我们可以非常轻松的实现物体人脸跟踪 然后可以拍摄比如说全景 拍摄视频,拍摄慢动作,拍摄演示摄影 另外通过软件呢,可以让你的手机在拍摄的功能上呢 变得非常的专业 比如它可以通过手动调整这个拍摄参数值 然后我会觉得其实利用第三方软件拍摄出的这些功能呢 总要比原手机带的强大很多 现在呢主播呀还有什么短视频都非常流行 所以它也支持这样一个竖屏的操作 手持的稳定性很高 也可以通过自身携带的电池电量呢 给你的手机端或者说移动端输出电量 当做一个小的充电宝 作为一款标准的云台 我觉得它在功能上和外形上是非常标准的 这前置摄像头配合着云台 拍摄出来的画面还是真的非常的不错 你看它后边的云,闪呀闪呀闪呀闪 但是一点都不懂,有没有 哇我先说一下啊,这个画面拍摄的好棒啊 那个感觉,真的好棒 那能不能用手机配合着云台呢 替代我的相机拍摄一个房屋 因为毕竟现在的手机已经开始支持这个广角了 拍房子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广角的这种效果 接下来大家看到的画面呢 就是我用iPhone 11 Pro Mac 配合着DJI Osmo Mobile 3 一起拍摄的画面 那来看看效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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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 我会发现 DJI Osmo Mobile 3 它是一款质量相当好的云台 那我会觉得它真的分张稳定 我当时会有点担心 这么重的手机上面能不能用 结果在使用中真的一点问题都没有 这个让我非常的吃惊 那以往这样一个便携式的云台 都会出现这个载重的问题 那它就没有 另外它可以实现的功能真的是非常多 比如拍延时摄影 动态延时摄影 超慢速动作 它都可以 它有一些小小的缺陷呢 比如缺陷的话就是 在它软件当中呢 比如说在这个DJI MIMO里面 然后因为新的这个摄像头呢 它是有三个 它可以有广角 尽情有圆景 那它其实只有一个镜头 不可以调整成广角 所以我在拍摄一些画面的时候 不得已呢 要跳出它的软件 未来可以升级 可以改变 一切都可以改变 那整体的做工质量 我真的觉得是属于一个上乘的 它呢 也可以当一个手机的小小的充电宝 那大概其实就这个样子 整体使用起来 我觉得云台最好的地方在于 它的使用的效果 质量好不好 那大家也看到 非常的 舒服 我为什么要甩甩甩去呢 其实很多云台呢 是不只是这样的 那如果你一旦甩的话 它载重了就有问题 它会抖动啊什么的 我比较开心的是 它依旧提供了这个摇杆 因为摇杆的话 有时候可以拍摄一些 特别好玩的话 比如说慢慢地调整 它的阳斧 度啊这样的 我觉得这样 真的用它呢 再配合着手机 可以创作出很多 平时我们相机拍不到的一些画面 或者说很难去拍摄的一些画面 那我觉得手机云台配合着它 在稳定器上来说 手机的防抖 加上云台的防抖 那我觉得这个在稳定上 真的是太棒了 我觉得这个呢 是一个未来 我们很多生活分享 或者说甚至一些专业人士 拍摄一些稳定画面的 一个首选之选 我们下集中的观众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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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记得订阅关注我的视频频道 我是米奇沃克斯 Yeah I can't get you off my mind I can't get you off my mind I can't get you off my mind